我是Andy 請聽我說草根恆者的故事 Soul Podcast 有故事的聲音 這一本車 在香港島 行足一百年 定足一百年 每個車站的趣聞趣事 你聽過沒有 是呀 Andy 聲音道行 和你游回電車河 預備好 行不行 事驅行者三 定足一百年 Hello 又是我Andy 最後一集說這次游的電車站多了 不過來來去去只是為了一個主題 其實一路坐電車 無論是東行也好 西行也好 有幾個站一定會留意到 第一個是柏架山道 第二個站是船奧里 接著有三個太字頭開始的車站 太古城道 太康街 太安街 這些大家會很熟悉 其實我講了這麼多電車站 除了一個站幕車的時候 Andy 想告訴你 和太古船奧是有關的 很大的地方 以前都屬於太古 和太古堂廠 那有什麼特別呢? 特別的東西又多了 就和你分享一下 東區一些被遺忘了的廢鄉和故事 透過電車站 你可以隨意某一個站的上下車的時候 感受得到 首先說柏架山道 如果你在柏架山道下車的時候 一定是Andy哥你又說行山了 我不是說行山的 我只是想你走去半路 就上去紅屋 臨邊生物多養性自然教育中心 這個位置 我講了很多很多次 為什麼還要繼續說呢? 是因為這個是一個 太古的高級職員宿舍 是高級職員 這個宿舍 除了真的充滿英式建築之外 其實最特別是 保留了門口外面的 一個小型的停車場 除了整座建築物的原汁原味 讓你看到之外 就能夠看到 整個香港山林裡的生態環境 海洋邊的生態環境 香港特別的物種 也可以在自然教育中心裡 能夠看到 有時坐下電車就上下半山 上下半山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第二個能夠介紹給你的地方 太古城道太康街和太安街 其實全都是太古的 以前員工居住的地方 船澳近 很近 你上班 比較近的地方 你住成為一個小的社區 其實在這個小的社區的背後 其實有一座很巨型的柏架山 其實柏架山 柏架山隱藏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遺跡 剛好你走到太康街和太安街 走到康山和太古城裡 可能會發現 購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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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還有一些很舊的建築物之外 其實在山上 原來這個太古是給了 他們員工很多福利 甚至是一些被人遺忘的設施 包括以前唯一的一個吊車系統 就在這位置可以在船奧里站上下車 船奧里站上下車 那裡有一間麥當當 麥當當走上一下好山 那裡有一個入口 會看到有一條類似名渠的地方 看到很多行山的朋友 特意突建了一些標誌和指示 讓你能夠過到名渠找一個石椅 這個石椅有什麼特別呢? 當時太古是被員工能夠沿著吊車 一路到柏架山上 這個吊車其實隨著太古慢慢 不需要由船奧做了今天的太古城 變成物業位收租之後 柏架山上的東西很多荒廢已經變化了 而唯獨這個石椅是排列整齊的 真的可以數到到柏架山山頂 即是柏架山的公廁 其實就是吊車的總站 所以大家可以走到第一個石椅去看看 從石椅看上山的方向 會不會在那位置 你能夠看到黑架山到上面的公廁的位置呢? 看到的話 你就可以想像得到 以前太古建了吊車系統 有些員工能夠上去 做什麼呢? 不是上去交遊的 其實是有作用的 因為上面有一間叫柏架山療養院 其實也是給外籍的員工做一個療養的地方 今天你還找到療養院的地方 已經找不到的了 療養院其實就是在今天大風咬的 那個療養院對下去的野餐地區 給你一個印象 柏架山道走上山 公廁 在你右邊就會看到大風鴨的療養院 在兩者中間有條路落大潭水塘 就落大潭水塘旁邊 有一大片空地 放滿了野餐的桌椅 那裡就是當時外籍員工的柏架山療養院的位置 所以在柏架山裡面 找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還要跟太古有關 而且上去的時候 你會找到這些位置之外 其實還可以找到療養院的石柱 那個地基還在 其實就是今天大家坐在夜餐的位置 就是當時的地基 無論是柏架山站上車 你可以去一下臨邊生活多人性自然教育中心 也可以到達大風鴨的位置 但是風鴨這個位置 嘩 又是坐電車 還有很多東西你想不到 其實你走到康山 然後我們能夠更清楚 整個的太古和電車都有些關係 因為如果住得遠的工人 他有什麼交通工具能夠到達呢? 答案很簡單 就是電車了 其實電車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過了北角再過來 去到太古這些地方 其實需求仍然很大 因為除了已經有些員工宿舍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外來的人 甚至乎要出外買菜 近近地去到北角 也是有一個很好的交通設施 所以太古和電車 直到今天 都好像在環環緊構 當然 今時今日電車在當區 扮演的角色 也有少許不同 老實說 如果你住在那裡 你想快速的 一定不會選電車 但如果純粹是 我不趕時間 但我要跨區 做一些簡單的事 電車仍然是你的首選 因為它夠便宜 電車過了太古之後 很多人都會問一個問題 是方便在太古 但是當柴灣開發的時候 在工業區 為什麼電車去不到?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如果政府開到柴灣做工業區 為什麼電車不到? 反而被地鐵公司搶了這口湯去喝? 其實呢 講一下一個電車的故事 電車除了我講過 跑馬地鐵銅鑼附近有拖卡之外 它的電力 不是很夠爬很斜的地方 對 因為由沙基灣要跑一條大斜路 才可以去到柴灣的時候 偏偏的大斜路就是一個天敵 電車是不能跑上去的 所以電車仍然在沙基灣站那裡 老實說 如果透過走電車軌 能夠了解到100年前的 香港島北區的海岸線 不好意思 要改一點點 電車是可以看到 過去100年的海岸線的變遷 但是不包括柴灣 只能夠說一句 你從西環到沙基灣這十幾公里的路 你就可以看到 過往的海岸線的變化 我們也有很多遺忘的景點 Andy 是有個希望的 既然這百年老店在香港 都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的時候 會不會發覺公司這個新的老闆 既然接管了電車公司 他會不會考慮一下 做回電車博物館 有一班對於電車有一個遺想的人 因為我們不是電車迷 只不過對於電車的遺想 我們覺得是一個很舒服 慢得來也覺得很合理的交通工具 而且在一個百年老店 都很想有一個固定的地方 可以欣賞一下香港電車的歷史故事 而我們能夠有一個很集中的地方 可以看到電車的來歷 甚至乎好像鐵道博物館一樣 將幾代電車的車卡 都可以放在這個極管裡 讓我們的參觀 除了在網上買紀念品之外 真的可以讓你選擇一下 讓更多海外的朋友 都能夠認識到這家百年老店 如何透過一個新的公司 有一個新的做法 甚至乎讓香港能夠多一點的色彩 Andy 的期望就是這樣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期望呢? 新的一年的時候 希望能夠願望成真 大家今晚 下輯節目我們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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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